很多英语球友在往前跟对手博弈的时候 在正手区一拍很主动的球 他觉得能打死对手 但是会经常打下往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学会一拍叫做 风王抹扑的技术 很多球友在打这种球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这拍球 我的节奏跟我的出手都卡到了一定的位置 他就不像张战恋这样去做 很快速的触击球的动作 比如说像这位球友 球来了之后 他选择这拍球 我要更有力的去打趴到对方的场地 给对方形成威慑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他在做这拍引拍动作的时候 球正在下落 等于说他把拍子刚挥到这个击球点的时候 球已经落到原本他要打的这个点以下的位置了 所以说他就会错失了一个 很好的击球时机跟击球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失误也就随之而来了 正确的动作 首先你们一定还是要想起来 张战教你们的永春式的正手握拍 因为这种握拍姿势能够在很短促的空间里面 提供给你更多的这种动力条件 也不需要去做这种大的引拍动作 在球来的一瞬间 需要把自己的重心降低 然后把你的手给拖高 高低高外斜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去对球 那么球来的一瞬间 像我的这个拍头 它是一个斜侧45度角的位置 这样是防止在 如果说我拿不到顶点 我还能够随便去打一拍放网 或者说弹挑之类的动作 那如果说我抢到顶点了之后 手里面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用一个快速的转拍动作 就能够很好的 把这个球给抹扑到对面的场地上去 形成得分 如果说这个时候 我不想做这种抹扑动作 因为时间不够 或者说我的抢点 我的身体没有抢到点的同时 那么这个时候 我的这个脱手的动作 还能把球打到另外的方向 就像这样 不要上来就把拍子举得很高 因为它这个球的出球的概率 不一定都是向上去飞 你很有可能是往平着飞 如果说它打得高的话 那我们就更容易的能够形成下压 给对手造成冲击 但是这种低点球的话 我们也能够很好的去应对它 注意看 我的这个手指里面 在最后击球的一瞬间 我会做一些小的调整 利用我的身体的重心跟惯性 传导到最后我的手指上 形成最后碰球的致命一击 注意啊 这里面很多球友会有一个认知误区 就是在往前我有机会的情况下 我用最大的动作 用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我把球打到对方场地形成得分 我觉得那样很爽 但是往往在羽毛球的对抗当中 这种给你大动作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你一味的用大动作去击球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那些不必要的失误 这里面就要问问你 到底是要打赢 还是要打爽 对方 她们的实现 还能够 我给你大动作地形成 击球 一分之三